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元月19日 从马尼拉搭机返回罗马 他在飞机上宣布今年可能前往 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木林访问 教宗说 我计划今年前往中非共和国和乌干达 这两个国家 大约年底会成行 我还打算今年去拉丁美洲 访问厄瓜多尔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 但一切都在草拟阶段 至于明年 若天主愿意 我想访问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 不过明年的事项还没有谱 此外教宗还宣布 他将于今年9月 在美国华盛顿的朝圣地 册封胡尼佩罗·塞拉神父为圣人 然而由于后勤因素 教宗排除顺道访问美国加州 和从墨西哥入境美国的可能性 即使途经墨西哥 能展现出他对移民的有爱关怀 教宗分享了 菲律宾令他最感动的 是爱的举动 教宗表示 菲律宾人并非出于礼貌 而是真心诚意地做出爱的举动 令他最感动的一幕 是看到一个父亲在人潮中 高娶他的儿子 让教宗降服孩子 并为此感到心满意足 这个是我的未来 这个是我的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